这位86岁东北大爷大学毕业 他的退优金能拿多少 咱们一起听一听 我今年86了 我是东北辽宁那个海城一带的 我是搞电器的 那您当时是什么学历啊 我是大学 感觉的是吗 寒土不一般吗 您那个年代呢 要上到大学的话 那可不简单的 那时候 比如现在花钱多呀 那时候我们花钱少 您是在哪上了大学 原来有个铁道学院 以后又上兰州 兰州有个铁道学 上那去 那您当时学的是什么科目 我学的是电器 要能考上大学的话 您父母是做什么的 不只是医院的大夫 您那个年代 如果家里头要没有条件的话 根本就上不了大学 上不了 对 就不容易啊 那时候考试也费劲 是 那您大学毕业之后 您分配到哪了 我分配到大连 大陆火车站 火车站 那当时也挺好的呀 挺好 你站好 他中间给你来个调量 让你上山洋局去 给你上一步 你去不去 火车站的话 您是从事什么呢 战场信号去 然后就 叫到山洋去 搞设计 打造设计 那时候大学生比较少 对 我们打案都来 这个铁头顾你 哦 没来就打过你 那您的职务当时也是总工吗 这块 不是 就一般工程师 那您考级了吗 就给你两个名额 你怎么办 要来第一榜上 我最起码是高级工程师 对呀 但起路就不行了 就给你两个名额 主级站一个名额 是断掌站一个名额 到你这就没了 你考站好也没有用 我当时 我学的是俄文 是 考试的时候 我考的是英文 我都能考 您都能考 那等于就是您 又学俄文来讲 又学英文 当时 也学的义文 因为义文比较好学 哦 英文还比俄文好学 好学 英文好学 这样子会了 那您这当时头脑可以 调动工作之后 您的收入怎么样 都那个价 都是五块五 还能个六十 都得别人多半年 我那同学 他都没有我搞 我那天 跟沈阳走的 大越南站长 就上那边 上四川贵州那边 修铁路 国家系号 你就得走啊 对 那时候往越南没有铁路 对 元月抗美 那个年代 那您等于也参加过 元月抗美的建设 那个时候不算了 当时来看 我们要想说这也可以 因为当时准备让我们参军的 对 参加铁桃兵 后来不怎么这么 最后一看不行 经历人是当时挺丰富的 我什么事都干过 现场就知道 一定程度上能给他们住的知道 对 又经验那会儿 那您也是工作到六十岁 六十 那那会儿来讲 您的退休待遇怎么样 一个样 都是那同意一个令 现在不也都同意一个令 是啊 都是那个令 那您现在怎么样 现在不行 每月能领多少 现在领那么三千多个价 啊 不算多没办法 都那样 你 你那个年头退休 都那样 沈塘那边退休 还跟那边退休 他都拢着 一脚地方 就这么造成 哎呦 真是 脚地方呢 我觉得都整个一起来个价 那您什么时间退的休 92年 92年 是 在大爷这个岁数 能上到大学 家里得有条件 听到大爷说出自己的退休金 真的让我很意外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明天见